這個一般人來說可能會覺得就比較不容易熟悉啊 因為七個字的話就是有那個比較規律的什麼 第二個字、第四個字 雅韻 這個大家常用啊 那五個字的話它就比較短 那銀的話它會比較不好抓 那所以我就是把大家幫起來 比如說它這個字啊 第一句它是俗錦膚雕覆 它就是第三個字啊 它就要拉長音 因為它就是字數比較短 那所以拉長音的時候啊 比如說它膚跟雕它是平生 那所以你選要拉的音的時候啊 就要挑是第一個字還是第二個字這樣 那這個它規律很簡單 然後是如果前面有兩個都是遮音的話 那你就是第一個字就開始拉 那第二個句啊 它就是優然駐葬灘對不對 那它同樣像燃的後面是兩個遮音 那兩個遮音的話 你要拉音的話就是要拉 就是灘跟燃啊 就是第三個字就是要拉音 然後因為灘它本來是暈角 所以它自然就有拉 所以前面那個燃啊 就是會跳到前面的燃來拉 那所以是跟大家簡單的就是 然後它最後就是 就是用脆帶繞繞繞煙燃 那脆帶繞它也叫脆帶繞 繞都是這嘛 那所以它拉音變成會拉那個煙那個字 就是它規律也是 你看它前面帶跟繞的是這這這 然後所以自然的第三個有平的時候 它就是要拉長一點這樣 以上就是跟大家簡單的介紹 就是它這個拉音的那個 拉音的那個規律跟那個原則這樣 這樣